Hello 大家好! MCO愉快! 我们在今天的影片 小明果要和大家聊什么呢? 涡轮引擎 我们到现在的这一个家用型的涡轮车管 基本上它在保养方面 成本是和一般的自然进气引擎相差不太远的 在照顾方面其实也是不会太复杂 基本上你只要不要乱乱辣 然后还有定期换这个黑油的话 它是可以长长远远和你一直走下去的 不过呢 就算是这个Soft Turbo 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怎样讲都还是稍微比较complicate的一点 所以今天小明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买了所谓的这个涡轮车管 最好不要做的5件事 第一件事自然是不要乱乱用黑油了 那其实这个涡轮引擎它最注重的 真的就是这个所谓的黑油 也就是引擎润滑油 那这个所谓的黑油在涡轮夹中它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涡轮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它的这个温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黑油呢 它除了提供适当的润滑之外 也提供一定的冷却作用 而且不只是给Engine 还顺便给Turbo 也因为这样这个Turbo引擎 在机油的性能上是相当的讲究 这一方面又尤其它的粘稠度还有润滑度 这两大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工作情况下 这个机油是比较容易变质的 这一方面呢 所以涡轮车主的小明我是建议大家啦 最重要的是定期换这个黑油不要迟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黑油的等级方面 最好是遵守原厂所规定的 它说5W40 你就最好是跟着5W40或者是以上啦 尽量不要去选择更加薄的 除非你对这个你选择的这个比较薄的机油是有信心有把握 它能够全面保护引擎的话 那就不通讲 第二点就是冷启动以后不要马上积累驾驶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啦 这个道理对于什么引擎来讲都是一样的 就是COSA 之后不可以马上大彩油门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的这个机油的工作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相比起Normal的Temperature 在这个性能上还是有差别 它主要是无法提供适当的这个润滑啦 简单来讲就是你的引擎的这个内壁的质人还是比较不够的 而这一方面呢 这个涡轮引擎它又多了一个Turbo 也就是涡轮增加器也是需要这个机油的适当的润滑 如果你在COSA 的时候就直接大彩油门 长期这个润滑不足之下呢 它是会令这个涡轮增加器的寿命简短提早收工的 在这里我是个人建议啦 你在COSA 之后短时间内尽量不要去拉高转驾驶 尽量等到这个油温 也就是Oil temperature 达到90度以上过后 你才尽量的解放自我吧 第三样 尽量避免在激烈驾驶过后马上熄火 除了COSA 以后不能马上踩大油以外 这个涡轮车管啊 相比起自然进气引擎呢 它还是多了一样也必须要注意的 那就是你在激烈驾驶过后啊 最好最好不要就马上熄火 这一方面呢其实和我刚才所说的那两点啊 原因是相似的 那就是涡轮引擎它的工作温度很高 在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turbo 它的工作温度可能达到900甚至是1000度 因此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机油的润滑也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马上熄火啦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机油的压力就瞬间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涡轮增加器里面的这个热量 将无法马上被抽走 同时也因为这个机油不再流动的关系 这时候滋留在这个涡轮里面的这个机油 很有可能就会结交 这样子的情况呢可能会影响到你的turbo 这个bearing 的密封性 长期下来啊就会加快turbo的磨损 而重点就在这个turbo的bearing 还有fin的设计啊 因为涡轮家去工作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转速非常高 数万转 数十万转都有可能 也因此呢这个bearing 其实它是需要高效的润滑的 如果在激烈驾驶下 你马上熄火啦 这个时候啊同样的 又是因为它这个油泵停止供油 你的这个bearing 还有这个fin 还是在高速运转 它在缺油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提早收工 那讲到这里 其实重点就是在这个turbo 它是需要时间来慢慢降稳的啦 就好像你去做激烈运动过后啊 你要慢慢酷到你的身子 才可以正式坐下来休息 原理是一样的 不过呢讲到这一点呢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新款的涡轮车 它都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电子的延时冷却系统 这个功能其实就和以前那种旧款的turbo车 所使用的这个turbo timer 它的操作原理是一样的啦 那就是当你在高温下熄火的时候呢 这个系统它就会用电 来去转动这个风扇 为你的引擎还有涡轮降温 那我本身的车就是有这个功能 但是在这一方面呢 我还是维持一个习惯 就是在激烈驾驶过后 要回到家熄火之前 我还是会就有一段路 是以一个比较温馴的方式来开它 尽量让这个涡轮降稳 我本身通常的习惯 是在这个Oil 10 降到一个90多度过后 我才会正式洗火 我觉得这样子 对这个引擎还有涡轮是比较好啦 第四点 避免引擎长时间怠速 那其实这个东西 对于普通的自然进气引擎也是一样啦 但是在涡轮引擎身上呢 这个坏习惯 除了会导致你的这个引擎积碳以外呢 最主要原因还是对于这个涡轮降稳 它也是有伤害的 因为当你在这个原地怠速的时候 很有可能因为 你没有足够的风去为这个引擎和涡轮降稳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涡轮 就可能会因为散热不良的关系 导致它的这个shaft 还有bearing 温度过高 而提早磨损 减短了它的使用寿命 所以在这一方面啊 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啦 第五个 这个我觉得算是常试题啦 那就是在你出完的时候 尽量不要重踩油门 这一方面尤其是你开的是这个高性能 而且是不带这个全驱系统的性能车款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涡轮引擎它存在一个特性 那就是Turbo Leg Turbo Leg 是什么 Leg 咯 尤其是在你 油门踩完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这个情况就好像你妈妈叫你骑床这样子 喂 哈 哦 然后才给你一个加速大爆发 这方面其实也是这个涡轮引擎的一种加速特性啦 就真的是你踩完油门过后它稍微 停顿了一下 才突然间那个力来 给你一个很猛的扭力这样子的感觉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性下啦 假如你在过完的时候突然间这样子中踩油门 你想象一下啦 就是 你踩完油门过后它突然间踩一个扭力大爆发给你 在过完的时候这样子做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推头 也就是所谓的Understeer了 而如果你开的是这个后驱车咧 当然是转向过渡 Oversteer 咯 如果你会飘移的话 咯 咯 也咯 好啦 那以上就是小明我和大家所分享的五大涡轮车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和看法啦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但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现在其实很多新款的涡轮车啦 在这个保养方面已经是很耐用 很省心了 而调教方面也是很平顺 基本上你要真的有Turbo Leg 要真的是Bong的话 也是有点难啦 但是 这不意味着你就可以随心所欲 But anyway 我是觉得如果 如果养成刚才我所说的那些习惯的话啦 多多少少对你的涡轮引擎还是有帮助的 至少能够延年易收 长命百岁 瘦比南山 好啦 今天的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就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开着涡轮车的朋友们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报道 也顺便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用后感 有Tips的话也记得分享出来哦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 又忘记了 不要忘记 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也记得给我知道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